1 2 3 如果我要变成底下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可以这样 我重新做一次给各位看 第一个 请各位看一下 把它Ctrl-C 底下呢 Ctrl-V贴上 那做什么事呢 更改它的名称 月卡函数 这个加一个底线 那我习惯就是后面加一个范围 比如说 这个是针对用范围的方式 但是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如果你改这边的话 请注意呢 它抓到了之后呢 你如果Return给它 它跟它不一样 会怎么样 会没有结果 OK 所以刚刚的同学改了上面 下面没改 那就不对了 所以下面记得要改 那再来的话 把引述的部分改成一个 就不用三个了 一个就好了 但是问题是 你给我的是一个连续的 那我怎么样 要是用切割 所以我第一步先把 这个你传给我的东西 先丢给一个叫A的一个变数 那这个A的变数的话 A等于什么 月卡 A等月卡 然后后面的话 月卡1 就是由丢过来的这个东西 去怎么样 去解析 A 刮弧 1 斗点 1 有没有 这样的话去抓到第一个范围 那利用第二个范围的话 就是把这个 月卡2就是这边把它改成2 月卡3 去把它改成3 这样就OK了 那基本上呢 你这样改完之后呢 你再做一个test 这个我想把它删掉 再做插入函数 月卡函数范围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选一个范围 然后过来按确定 应该没问题 就这样子 那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我觉得将来应该用到的机会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将来你可能不只是选这样一个小范围 也许是整个范围 那你整个范围的话呢 当然这边就会有一个第一列 那第二列 所以A刮弧 第一个数字是1 下面的话就2 意思类推 那当然这个范围 如果资料多的时候 当然就不是一个一个慢慢做 而是配合什么 配一个for回圈 那for回圈 也会有一个列 也会有个蓝 那自动会帮你把结果输入 不过这个复杂度 当然比就高很多了 那它的原理 跟那个用sales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想 因为同学有问到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那这个好像前面 我们也有讲过类似的东西 那这个用途其实非常的大 因为如果你不懂了这样的写法的话 那你要一直慢慢点 如果你有一百个 你不要点一百字 但如果你一个框 框起来一百个全部选完 全部都做好了 这样的话不是方便许多吗 OK好 那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函数 制定函数部分的改为 来源是一个范围 画面先放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那个 其实我找了很多书籍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 关于这部分的说明 这个解法 不过我觉得都不是很理想 那我这个方法 我是觉得 我已经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 去陈述 抓取资料的方法 其实我前面也写过很多种别的方法 不过后发现 前面的这种方法 其实都太复杂了 这个方法会简单许多 那当然呢 也比较不容易出错